一堆种种有神的双眼 脸颊旁 整整的胡须 绿色Q版小龙 超级卡哇伊 一旁还有草莓大福跟柿子 五颜六色的和果子 摆在一起 让人看了忍不住 就要流口水 华丽的小点心 看起来超级可口 但是先别急着吃下肚 因为这可是专门 特制给毛小孩的年夜饭 农历新年就是要围炉吃年夜饭 不过现在毛小孩们 终于可以终结 只能在一旁流口水的日子了 各大业者出其招 推出各种澎湃宠物年夜饭 让毛宝贝也能一起吃好料 像我们平常可以吃 常常吃到的马铃薯 还有像是用白色的豆沙 等等之类去做的 那里面的话 我们还会加一些比较特别的 比如说用鸡精取代水 然后以及会添加一些 像是鸭奶粉 添加它增加它的风味 把日本和果子文化 带进毛小孩市场 随着季节节 节情不同变换出不同造型和口味 不过每一颗都是纯手工慢慢捏出来的 前制作业加上硕形一颗得花30分钟 最多最多我们只能做到100部分 其实就是很极限 对因为每一个都是用像这样子 一颗一颗去用手工捏出来的 那其实真的是每一个 就是代表的是不同的心意 新年快乐 龙猴立家 吃得好香 狗狗享受的 可是日本贵族籍待遇 不过受益师提醒 虽然是过年加菜 但还是要兼顾饮食均衡 食物当中最重要的 就是蛋白质 脂肪跟这个淀粉 所以因此在给它这个宠物粘菜 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三大营养素 它是否能够达到平衡 各大业者 抢供宠物商机 海陆礼盒 牛肉汉堡 瑕子 干贝 应有尽有 四煮花钱不手软 就是要让宝贝们过年吃的 开开心心 迷失新闻 李冠岸 陈胜汉 吴东茂 台北报导